看剧之前 我得先扔起个炸弹过去 以解我心头之汗 不要让白忙活追到你 白忙活呢 就是这像笔石一样的小黄蛋 你可别看他小就小看他 正所谓人如其名 一旦你被他抓到 你就会直接淘汰 开启下一关 真的就白忙活 我们通过传送门之后 身后的这只小黄蛋 也就是白忙活 会无休止地追杀我们 假如你不小心失误 被回溯激光碰到了 也没关系 小黄蛋和正常的蛋仔一样 得需要碰到我们 才算淘汰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利用回溯激光 细耍一番小黄蛋 路上的加速道具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 全部吃到最大鲜度的 与小黄蛋拉开距离 因为不仅只有我们可以失去道具 小黄蛋同样可以 失去加速技能之后 我们赶紧开启滚头 顺着旋转激光的边缘行走 再利用手中的手雷 无差别相后攻击 手中的手雷 每隔两秒就会重新刷新 我们可以用来干扰小黄蛋的前进 但是他的体积特别小 能不能命中全靠梦 这里还要小心别被泡泡控住 白色地板下面的红色方块全是销毁 非常的危险 在这还不能有任何失误 这次小黄蛋追的太快了吧 赶紧开起滚动 拉开距离 中间还有一段水路 也不知道小黄蛋会不会游泳 幸好小黄蛋在水中的移速不够 不然差点就得嘎了 回头看一下 发现小黄蛋离我们依旧很近 但是没关系 因为只剩下最后一关了 继续开启滚动 我们的速度瞬间拉满 再持续往后扔手雷 干扰小黄蛋 终点就在前面 小黄蛋还在死命追逐 但是我们一旦穿过了传送门 小黄蛋就会彻底被节节困住 看着小黄蛋挤得直躲脚 接着我们通过这条黄线之后 就能成功通关 继续开启滚动 继续开启滚动